不是我们要去履行一些什么的职责 而是我们单单的回来的是敬拜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生命气息 我们能够有活力 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 就让我们在殿中去享受 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都能够在当中享受到那种平静安稳 也都真是归回安息 让我们在这一刻将我们心中所忧虑的 所担心的 所放不下的东西 这一刻都放不下 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享受这种安息 主啊盼望今天 女儿在这里讲述你的作为的时候 让我们的会众 都是会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大爱 你对我们的眷顾和保守 此刻就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来领受你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说话 以上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信息就是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 我们会透过约翰福音 十五章一至十节 来到去 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当中 神在当中对我们有什么的话来去讲 我还记得 Jessica姐妹她上周受洗 在受证前 她要和我们牧者有个见面 来到再次的肯定 她的信仰 是不是真的在她的心里面 是确定的 是不是确定这个信仰 让主耶稣去进入她的生命当中 当她去分享她自己对这个信仰的确定的时候 也都在最后 我们都用一本的小冊子 去问她当日做决志讨告的时候 记不记得是讲了什么 她记得做了决志讨告 但她不记得了讲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在决志讨告当中 或者大家有回忆一下 当日你做决志讨告的时候 记不记得 你说过这些话 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可以说大部分大同小异 都是讲这些话 在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多谢主耶稣爱我们 是不是 我们都会去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都会相信主耶稣 他是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牺牲 为我们是 复活天 因为我们是相信他是一个复活主 所以我们当日在祈祷当中 我们都有讲到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离弃我们的罪行 也都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 伴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作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还有 持人帮助我们 能够去脱离空恶 一生去跟随主耶稣 活出在耶稣里的丰盛的生命 并且感谢神 赐我们一个全身 和永远的生命 然后我们说 奉主耶稣 明求 阿门 我们当时做这个决事祈祷 我不会觉得我们的心不真诚 那一刻是很真诚 但是我们做了这个祈祷之后 好像我们求主来到我们的心里面 帮我们去建立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 但是我们好像之后 有没有履行这个乐言呢 就是好像在结婚的婚礼上面 来到去 讲到 夫妻 能够去一生一世的时候 我们都许下乐言 但是之后那个乐言 有没有去依照做呢 这个决志的祷告 也都好像跟我们 在结婚的时候 所作的这个乐言 是一样那么重要的 但是我往往就觉得 是忽略了 好像决了至受了浸 我就是基督徒了 那之后的事就 不用理了 所以今天就用这个决志祷告 来到去重新带我们进入 我们曾经许下的乐言 曾经邀请主耶稣 来到我们的心中 来到我们的心中 能够 作我们的主宰 并且 为我们去建造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生命成长 不是只有一个讲字 它就会成长 就好像一棵植物 你都要每天 或者隔几天 你要销灌一些水 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 一盘就是母亲节 两个女儿送给我 一盘的蓝花 一盘那个就叫做红色的 那个是不是 红色叫什么 花是一个朋友 在我生病的时候送给我 那些花其实就可能 一两个月就会丢借的 但是很感恩 我家弟兄很有爱心 他很识心去照顾这两盘花 而且这两盘花 你想想 都年纪两年了 他仍然在家里 是绝壮成长 不过很可惜 他有一个月去印尼探亲 我是不懂得淋花那种人的 那个树就 不是那树 那个花就借借地 但是我以为我多好笑 那你就淋水了 我只是懂得遮探 哎 他借了 我怎样交代呢 我只在他旁边 麻烦你肩壮点 你等我加上弓回来 你才死吧 然后我又在墙里 我说 你两盘花 好像就来 奄奄一息了 他说淋点水吧 然后我问他 淋多少啊 然后他回来之后 又悉心打理 现在两盘花 虽然有一盘 未出未开花 但我很有信心 他在时候 他就会开花 这个就是说 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 去囂灌他 甚至乎我见他 有时候去 落下一些肥料 来到去让他 绝壮成长 我们基督徒 都是一样 如果让我们 有新生命的成长 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是这几样要做到 天天读经 来到思想神的话语 尊重神的话语 凡事祷告 信靠 信服 教会的生活 真是不可小的 肢体的相交 我两个女儿 自小都给我圈演一句说话 星期日 教会是一定要回的 所以他们很能够去拿捏 有同学约他们 星期日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说不行 漸漸这些同学 也都会习惯他们的生活模式 会等到下午才开生日会 来就他们去参加 就是他们知道主日 就是分别出来 是敬拜主的 这个习惯一直都是 依靠到现在 我最记得去年 好像1月1号 好像有一场冰步 是吗 冰步就是停电 教会都没有电 都好像收到电话 就说今天没有聚会 我都立刻在家 跟他们一起 就是敬拜 我就跟他们讲一场道 我还记得那场道 就讲四恶 四线 讲完之后 这些程序我就照做 最后都有祝福 祷告 结束了 结束了 我便问 今天我讲到 行不行吗 我女儿就说 差一点 我差一点什么 她说 没有报告事项 她已经给了那个程序 来影响 所以 在教会的生活 真的不能少 教会的生活是配套的 不只是星期日回来敬拜的 敬拜是我们的重要 也是我们的核心 但是也有些旁枝来去巩固这个核心 例如团契小组的商交 主日学的学习 甚至乎教会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要参加的 我记得以前我在香港的教会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那个牧师是怎样教导我们 总之每年1月1号 她就拿过派一张教会的行事历 然后她就说 回到家 拿你们的记事簿出来 记下它 教会什么时候有浸礼 什么时候有旅行 什么时候有退休营 什么时候有什么 你们记下它 因为这些日子 你都要参与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很乖 就写下它 旅行 活动 母亲节晚宴 父亲节晚宴 那些等等写下 真的如果有人约我们的时候 不行 教会有活动 都是很第一时间 都是给到教会的 而新生命的成长 还有一样就是见证基督 所以我病完之后 神医治我 真的可以在一个康复当中 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康复得快 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 他会为我祷告 所以我会去和人分享 我在病中 怎样去神给我的那种的眷顾 怎样施恩给我 还有在我们日常生活 很少很少一个范围 他都是眷顾保守 我都很乐于和人们去分享 住在主里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 没有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会不会像现在看到这些葡萄 这么丰盛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丰盛呢 因为他们是住在那个树上 枝子是和葡萄树连着 他定时有养分给他 定时可以吸收到一些的养料 令到他绝壮的成像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经文 一致到这个三节那里 会看到 在这几节的经文 就用了真葡萄树的比喻 来说明了基督 上帝 和信徒三者之间的关系 耶稣用了这个葡萄树的生长 来教导我们 指出基督徒的生命 是能不能够结出果子呢 完全在于我们和神 我们的天父有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他也都在第一节那里表示了 自己是真葡萄树 他称这个父神为栽种葡萄树的人 然后第二节他又向 听他道的人保证 神会采取必须的行动 叫葡萄树能够多结果子 也都在第三节那里说到 门徒如果听他话语中 那个信息有所回应的时候 就会得着结症 一棵树如果能够结出丰富的果子 栽培人是要做些功夫的 是要修修剪剪 有些枝没有用的要剪掉它 以避免它吸收那些养分 来阻碍了正常枝子的那种成长 上帝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去修理干净 结症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生活 所以主的话里面是有生命的 这个生命就是叫人活着的是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个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那里提到 所以神栽培我们的目的 是要我们多结果子来到去荣耀他 结果子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 就说是否大人信主 这个是其中一个 但我们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素的果子 有没有显示出来 就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 圣灵果子的特质 你有喜乐吗?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里讲到 唱过首歌叫《常常喜乐》 唱歌的人唱歌的人 《常常喜乐》 即是很战战兢兢的 一点喜乐都没有 所以后来我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喜乐 因为台下的人没有表情 比如我们现在唱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下边就说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于是台上的人就很害怕自己 戴成怎样 就不知道怎样唱 所以我也有时候教书的时候 我今天教得好不好 跟你们很有关系 因为你们的反应 你们的表情 就是影响着港的人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不像教会的会众 为什么会这么严肃呢? 第二我们领诗的 无论哪一天 我们很多天人领诗的 你看到他们都很有活力的 你都没看过他们回来练诗 我欢迎他们 但每天练诗都邀请你们回来 很有活力的 有时候我走过 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就会这样摇摇 跟我打招呼 我觉得是很有活力 来带领一个活力 起落的一个敬拜 原来跟我们台下的 大兄节目很有关系 好吗? 第二天会给我们领诗的 上个礼拜 是不是上个礼拜 再上 是不是赚错一个人 你唱那首歌 那个人的声音很强 于是我就说 哇 缺左诗真是不同的 缺左诗唱歌 唱诗都大声点 于是我就去赞他 他跟着他说 没有啊 我没有唱啊 这样说 我跟着我 我没有唱 我真的听到你把声的 他说 牧师就说 我牧师的声音 我认得的嘛 不是啦 是你把声 我说不去啊 朱老师不用这样的 想我唱诗而已 直接说就行了 他误会了我去 说他不唱诗 原来他一直没有唱诗 他自己那天 坦白地认了出来 没有唱诗 于是我说 我真的是 是听到这个 你的声音的 所以我来赞你 不过可能是 圣灵的感动 可能是神的意思 叫我来到你面前说 缺左诗啦 与别不同的 可能是要唱诗的 那我一会儿 咬一下他有没有唱 所以变成了 这些都是 好像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 如果台下的 有一些的回应 真的好像 是不是叫做咪嘴 唱不了也好 有时候咳嗽 有时候什么 你不是 那样 于是台上的人 就觉得你们很投入 他们就更加什么 投入 因为我很喜欢 是搞良性循环的 我不喜欢搞恶性循环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都能够去投入 这里 所以在这段经文 对我们的教导 和对我们的提醒 其实是主耶稣 给门徒一个再次的肯定 因为在十四章的时候 他看到门徒的忧虑 看到门徒的那种疑虑 所以主耶稣叫他们 不要忧虑 在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 就叫他们 不要忧虑 也都在这一章的时候 再次的肯定 我在你们里面 如果你们在我里面的话 所以给门徒一个 再次的肯定 也都给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肯定 就是当我们肯同主连结 就好像葡萄树 和枝子连结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们都得着这个能力 就让我们单单的相信 主耶稣 是会令到我们 是更加的像他 来到活出顺望外的信心 因为我们的主是福活的主 是大能的主 那怎么样去让主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那你会看到 如果枝子没有了养分 我家的那盘花 差点就是这样的了 因为没有销灌水 变成了枯枝 变成枯枝这样形的时候 怎么样呢 就要剪掉它 剪掉它 或者修剪它 然后修剪之后 就会成为很漂亮的葡萄 不单止是有葡萄 还要什么 结盥很多很多的果子 如果你看到 你的葡萄园有这个果子 真是很开心 我们教会的弟兄 他住在 control apartment 他在露台那里种了一个番茄 很可惜 忘记了摆上去 露台种的番茄 也好像结果类类 真的很丰富 相信有些 我们的祖子都吃过 他车里的番茄 我们怎样去住在主的里面呢 我们住在他的心里面 住在他的心里面 我们透过第四至第六节那里 第四节那里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里面 知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可以结果子 如果你们不常在我里面 都是这样 知子若不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可以结果子 还有知子不是靠一次结合 而是一次吸收的执着 那些就可以结果子 如果没有葡萄树 不断的供应水分和养料 就不可以生存 更不要说结果子 同样我们作为信徒的 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都结不出果子 有时候我们以为靠自己 未必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靠着我们的主 给我们能力 才可以来到去结果子 怎样可以在主里面呢 每天的生活 我们都要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交通 我们算是在基督里的人了 那我们藉着祷告读经 来到去与主的亲近 你看看主耶稣 祂都常常会退到一个秘静的地方 与上帝交谈 我想在福音书 我们都经常见到 所以我们都要好像主耶稣 祂和阿巴赫的接近 我们都要与主感密相连 葡萄树的枝子 是不可以离开葡萄树 一离开就会枯死 不可以独立的生存的 所以我们都要时刻去仰望 圣灵给我们的恩膏 不住的仰望 祂听神的话 单单的去倚靠祂 为祂而活 来到去活出一个 真是成熟的生生命 葡萄不是一天生长 一晚就可以成熟的 我们的熟灵品格 也不是说今天你听了这一堂道 立即就脱胎换骨 而是需要花时间 来到去慢慢的 是一个过程的 大家都听过 摩西 我那次讲到 讲摩西 说他在年少的时候 曾经为他的同胞 打死了那些埃及人 当然他那时候用的方法 我们是有个问号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去到抗野的时候 他与主相连 神密密的去变化他的时候 在文数记 作者是这样描写摩西的 他说摩西为人极其牵口 胜过世上的众人 看到吗 经历这么多年的磨练 他胜过世上的众人 这个就是摩西所结出的果子 他的熟灵品格的成长 多结果子的秘诀 就是住在主里面 因为主说过的 我们住在他里面 他就会令到我们结果累累 但如果我们不住在他里面 我们就好像夫妻那样 这些就是拖掉他 就可能就是 当柴烧的了 或者是真的没有作用的了 所以我们要住在主的心里 我们在主里面 也都让主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在主里有这个里面的时候 有些什么的特征呢 我自己就会 很多时候都会有个 好像我们经常都说 圣灵的感动 或者是有一个意念的浮出 但我自己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 我自己就很印象深刻 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其中一个科目 就是教目辅导 其中一个老师是来教四堂 但是这四堂给我的影响 很厉害 因为他只是一句说话而已 他做教目去辅导我们的羊的时候 去辅导我们的群众 去辅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他说不是你有什么本事 将他的困难 将他的问题去解决 而是 你的职责是将他 带回到他神的面前 让他与神再次的联合 他的问题再大 都有神帮他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说话 很影响我 所以真的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无论弟兄姊妹 知道他有困难的时候 我当然会送上及时的安慰 鼓励 但最后我都是用圣经的话语 来到去鼓励 个案一是教会的某个弟兄 他在二月的时候 发觉自己是工作的压力崩溃 那陷入一个担忧抑郁的状态 不可以睡觉 那接着三月 就整个人不行了 有这个自杀的蒙恋 那接着就停止工作 看医生 吃药等等 但我看到这个弟兄 他肯住在主里面 因为他仍然是不断的寻求 和上帝的那种的关系 所以他很欢迎 也都很渴望 有人来和他去查经 祈祷 你会看到他在二月发病 三月四月 他现在九月上班 如果在半年 可以将一个抑鬱症 这样去过渡 真是神的恩典 但秘缺条件在哪里 他没有离弃住 他仍然祷告 守望 我们跟他守望 所以这个 是觉得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特征 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是患病 硬症再次的复发 当我去安慰他 鼓励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 没有了眼神 回来我和家人祈祷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 我直接觉得他的灵 都不快乐 如果一个人的灵 都不快乐 可能就真的会很悲哀 结果他真的一病不弃 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 我也有时候 都会很记住我住在主里面 大家知道这个是哪个快餐店的 麦当劳的儿童餐 我因为七月就去美国 两个礼拜去进修 住的宿舍 旁边就有个麦当劳 近到两分钟就到 不去好像对不住他 然后就去到的时候 星期五晚 星期六和星期日 我要赶一份功课 赶了功课 然后读那本书就是说 不要只想着做事 你要顾着你的身体 于是他说 我们要懂得享受安息日的 于是我就跟神说 我说虽然我赶功课啊我神啊 不如我今天就是干息日 我什么都不做了 那什么不做呢 我就坐在那个梳化里 其实那个景没有什么的 不过很安静很宁静 然后就说 不如过去麦当劳吃个雪糕 奖励一下自己呢 觉得买个雪糕不是很好看 然后他又送那个公仔 那我就想着买了 就带回来给个女儿的 我吃了这个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在多伦多这个 这个ice cream cone呢 是没有deep chocolate的 就是没有这个deep的 那个是不是叫dairy queen才有的 麦当劳没有的 那我很surprise他有的 那吃很好吃哦 好吃到我要怎样呢 几乎立志啊 我说我在这里两个礼拜 每天来吃一个 来到很开心做功课 那当然不能够如我所愿 因为功课真的很紧逼 所以都没有 那第二个礼拜 有一个下午呢 我就说 我今天做完功课 我说我八点钟的时候 我就去吃一个这个creme 当我有想的时候 那时候六点几 我想呢 就说我要吃这个 好像安排好了 突然间有个疑念 你可不可以为主 不吃这个雪糕呢 可不可以呢 如果认识我个人 这么为吃 他当然不行了 我一定会和主 说bargain的 我说 我难得来 一年可能是来一次的 那吃几个都没问题 可能我们会和神这样去说 但是 我那个时候 真的与主同在 因为那两个礼拜 迫着你读神学的知识 那些 你真的与主同在 于是乎我说我说可以 我不吃这个雪糕 所以我都说 我将这个例子 与我的老师同学分享 老师直接说 这就是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时候都发生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都会学习 我可不可以为主 不看电视 一会儿 或者我可不可以 为主不做这件事 你试下玩一下 这个游戏 挺好玩的 你的熟灵的生命 会成长得很快的 盼望我们都能够 是好像 刚才举几个例子 我们的央神 住在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 来到去 过成性的生活 也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也都求圣灵充满我们 因为单靠我们自己 是做不到的 我都相信那一刻 是圣灵充满我 我才会说 我愿意 希望我们都能够 真是求圣灵充满我们 祝福我来心求你的面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 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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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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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世界 心 圣灵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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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岸天 为我满面 祝我的心 祝你一面 祝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祝我和你的同在 求你捡起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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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帽子是祝福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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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帽子是祝福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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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圣灵都能够充满我们 让我们都住在祂的里面 祂都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你就能够去克制我们自己一些的私欲 那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怎样让主在我们的里面 经文那里提示我们 第一要住在主的心里面 第二点呢 我们是要住在主的话语里面 在这个第七第八节那里 他讲到 如果我们常在主的里面 主的说话 就会常在我们的里面 凡我们愿意的 所祈求的 祂都会成就 而我们可以结多些的果子 而我们结果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父 因此而去得荣耀 亦都证实了我们是祂的门徒 这个德荣耀真是很好 那我应该是 今年五月是出版了一本书 叫《亲子而重唱》 《亲子而重唱》就是我朱素英 和我女儿简卓林 两个合写的一本书 是一个主题 然后就是两个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想法做法 那这本书出版了之后 你知不知道那个回响是 大过我之前出的一本《亲子万花童》 那些人会觉得 以重唱好像好看一点 然后还有些人会说 你的女儿写得好过你 然后我又没有喝醋 我又没有什么 哇我这么老经验 你竟然说给一个 在这里小学五年班 来这里就读中文班 这样写 但是她使我得了什么 荣耀 那些人赞她 就是赞谁 就是赞我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 那种酸溜溜的味 我只是觉得 你看得出她写得这么好 感激你 也有很多的朋友 收到这本书的时候 也有些第一时间去看了 也有些给一些电邮 或者电话的回应 都给我们的肯定 或者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 去住在主的里面 去吸收她给我们的养分 营养 那些等等 我们能够是 去住在她的里面 来完全的吸收 使我们结出果子呢 当我们能够是 住在她里面 然后住在她的说话里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去活出 那种丰盛 以使我们的父 去得荣耀的 那我们住在 这个主的话当中 我们的祈求就成就 因为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了解神的旨意 神的性格 神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事情 是很自然地 顺着她去求 所以祈求就会得着 而我们的结果子 也会令到她得荣耀 圣经是一本教义的书 我们都说圣经 于什么 我们去教导人学义 督摘人 令到我们能够去归正等等 这些都是圣经去教导我们 是向这个行耶和华 眼中为正 或者她自己喜悦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口中的训言 于我有益 就好像圣与金银 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去重视呢 当我们去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去读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三样东西 来到去遵守的 第一我们一定要去遵守 接受神的话语 是一个权威 是一个power 因为神的说话 是大有能力的 大有医治的能力 大有安慰的能力 大有鼓励的能力 也都大有责备的能力 我们必须去接受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威的指示 第二我们都需要被这个所说的真理来到去同化 我们也更加需要去切实遵行圣经的原则 我们需要去领受去阅读去研究去背记 以及去蜜想 也都更加要负资于行动 所以 约伯也都说了一段经文 他也提到 22章21-22 他说我们在神里面 神的话就在我们心里面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将言语传到心里 另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有提到 当用各样的智慧 将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重词 凌歌彼此教导 互相的劝戒 心被恩感 歌众神 还有一句我们时时都会读的 就是你的话在我们脚前的灯 在我们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话语 来到他紧紧 去记在他心里 神的一句说话 其实是很有作用的 我们有个姊妹病了很久 她的病 我去探她的时候 多次探访的时候 发觉她的病是心里的恐惧 大于肉体的痛苦 就是她很害怕 好不好得回 又害怕 又没有饭吃 又怕会不会死了 没有人知道 就是很多的忧虑 于是我就说 不要忧虑 我又给她诗篇 我说我的心 你为何忧闷 我说当你忧闷的时候 你就读这一句 又给她 我一个朝灵修 一领修到一句的时候 我又去鼓励她 我今天读到一句 不知道是否神要我送给你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欲生也安然居住 我们可能很随意 告诉她这一句 但她好像觉得 就是神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就好像重生得力 就是这样每天一句说话 跟她去联络的时候 她就好像在这里得力 所以神的话语 真的很有功效 另外我们也需要 就是藉着祈祷祈求 来到与主 是同心同意的 当我们去祈求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求 求这样求那样 而是我那个世界 跟天父的沟通 那个祷告就好像 我们灵命的呼吸 是必须的 灵命的福音也是在祷告 祷告不限于 真的在教会 代祷的时候 大家低头祈祷 大家才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练主祷文 我们就一起练主祷文 我说借饭祈祷 我们就借饭祈祷 其实除此以外 还有祷告是很丰富的 我看过一本书 叫做Lawrence Lawrence 她在一个修道院做厨房工作 她一路做厨房工作的时候 她都可以祈祷 我也有尝试过 原来我真的不太懂得煮菜 不过我一煮菜的时候 我说祈求神给我煮的菜很好吃 让我的家人吃得很开心 我没有美国 大家记不记得 我生病 后遗症没有美国 我煮的菜全部没有滋味 但她说味道刚好 这个就是在祈祷当中 神都保守这些菜 菜菜很好吃 所以你说是否很感恩呢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些 藉着祷告读经 来到去 将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身中 我们就会结果指更多了 什么喜乐的 有时候 有时候我都很忧愁 不知为什么 我忧愁一分钟 我又喜乐十分钟 那为什么呢 我真的很多时候 我就真的会 我又觉得 学习着主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 借卑 我就觉得去学习这些的时候 原来令到你整个人是很不同的 去抓住一句说话 那我过往这个礼拜 我每朝灵修的时候 我都是在那段经文 觉得哪一句说话 特别有触动的 我就把它记下 怎么记下 就好像你们 这个刊物上面 我都给了个样板 你们看了 每天一句说话 就是这个 每天一句说话 那你将今天所读的经文 譬如可能就是《若看福音》 十五章一至十节 那哪段经文对你最有提醒 最有鼓舞 最有教导 最有什么 你最有触动的 你就将它写下 一句说话 譬如好像今天就是说 我住在你里面 你住在我里面 就是这样 一句说话 然后一个回应的讨告 可能你说 神呀我知道你提醒我 我离开了你很久了 原来我很久没有灵修了 原来我很久没有跟你聊天了 今天你再次提醒我 孜子 是不可以离开葡萄树的 我是要与你连结的 主呀求你帮助我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一句说话 来抓住你的应许 抓住你的教导 以至于我行出这个道 难不难呀 不是很难 还有呢 教会是拿了很多的灵命日粮 我盼望 大兄姐妹都去 每天领受灵粮 你只要每天这样读一篇 加上祈祷加上读经 其实十五分钟可以完成的 但是你过一天就活得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现在都去和这个机构 是拿着大字版 大字版就是给我们的长辈 容易看 我盼望我们都能够 可以拿手快有手慢 不要 可能就拿了 你拿了之后 每天一篇 我觉得真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在过往一个礼拜 神每天给我一句说话 星期一他说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暂律得允凡所领受教训 不拘是口传信信所写的 都要坚守 神提醒我要坚守 他所教导的说话 星期二他说 罗马书那里教导 他说我们个人没有要轮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得行 我们要令到轮舍喜悦 帮助他们得益处建立得行 于是我就说我要去鼓励人 五星期三 耶奥华使我素来等候他的 我必因他的救恩 而欢喜化乐 我就抓住这一句 有一天提醒说 你门来和我暗暗地到抗野去 去挟一挟 我就知道我自己 overall 做事太多了 忘记了要去安静 在神的面前 还有一天 有些事是担忧的 但是他给了这段经文 其中一句很触动我的 就是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他心坚定 倚靠耶稣 他的心确定 总不惧怕 你拿到这些 是不是很有渣纳 我们常说有渣纳 你如果不读圣经 你渣纳不了 譬如我告诉你 你不会有感动 因为你不会觉得神对你说 但你每天自己揭开圣经的时候 你觉得那句话很扎心 因为神自己跟你说 这个不是第二手资料 是你什么 第一手资料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是透过神的那个说话 透过我们的祈祷 来到去让神帮助我们 结出果子 结出果子 就好像我出了那本书 虽然没有人赞我写得好 是赞我的女儿写得好 但是我也觉得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是当中 去塑造了这个女儿出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都漂亮了很多 所以盼望神能够 塗造我们的生命 令我们在灵里的果子 结得更多 我们现在就一手 塗造我生命 来到去思想 圣灵 如何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神愿未来都走 使我在灵里的果子更多 奇妙圣灵 情长生化天正 提出不为愿能清醒 天主 我甘酸 chang 人主我漱苦着你 有我愿给 都在灵里 当入爱日性 禁 neighborhoods Glorange 每选门 ana 神愿美 神与你来托尊我 死我再令你国子更多 既然生命 情真生我洁净 剔出无畏烟难清醒 因主我求能赞你 心内有和与谦卑 憑热爱而成 今夜万千生命 将写你善灵情 凭热爱而成 今夜万千生命 将写你善灵情 今夜万千生命 将写你善灵情 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呢 在若向福音记载 耶稣是这样说的 但保卫斯就是父恩 我的名所猜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盼望我们真的都时时想起主的说话 我们如何住在主的里面 或者让主尝住我们的里面 刚才我们说到第一点 我们要住在主的心里面 第二我们要住在主的说话 话语真理里面 第三我们都要住在主的爱里面 第九第十节那里提到 我爱你们就好像父爱我一样 所以你们会尝在我的爱里面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 就会尝在我的爱里面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我都尝在父的爱里面 我们要住在主的爱里面 我们就要尝在主的爱里面 怎样可以尝在主的爱里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得到神的话语的激励 感觉到祂爱我们 还有我们去思考到祂屈尊降世 来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还有祂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 你看到祂为门徒洗脚那种的爱 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 主呀我是何等的人 为何祂那么爱我们呢? 很多时候的子女都会问 爸爸妈妈 你为什么那么爱我? 可能他们都很简单 不为什么 只因你是我的女儿或者儿子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我们能够遵守 在主里面那种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要慢慢去体会他每一句说话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爱 那如何才能表现到一个人在主的爱里面呢?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讲者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他能够爱身边的人 无论他懂的 他不懂的 他有一种怜悯心 愿意帮助人的 愿意去扶持人的 他说爱心就在他里面 那我都同意 很多时候我们说爱主呀爱主呀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爱看不见的主 大却不爱哪看见的人 没有做到出来 但我们爱主的成分有多少呢? 那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在主爱里面 第一个表现一定是什么呢? 信服 那个信服的心 来到一个基督徒能够将信仰和生活结合一起 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活在基督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能够完全信服 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很多时候圣经教导 我们要这样 要这样的时候 请问你有没有遵行呢? 那些不是我们遵行的 那些是委人 属灵委人遵行的 那些是目者领袖 就是执事长老遵行的 我们这些是平信徒 我们只是每个礼拜 回教会就可以了 那你就失了很多福气的了 因为神是和每一个人 是直至交通的 他不会说因为你在这个教会 他就好像给你面子 爱你多些 不是的 你越亲近他的时候 你越接近他的时候 他就会越爱你 所以我们有一个信服的心 就会看到神的爱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都会感受到他的爱 还有 我们要懂得去享受主的爱 主有很多时候都会 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但我们就觉得好像 读过就算了 但当他说 我爱你们 正如我父爱爱一样 你就去摘真一点 那个爱是怎么样的味道 好像沐浴在那个爱上 享受他的爱 还有爱是一个长时间的感受 不是一个短暂的 所以 你看到 天父和基督的爱是多么长久 他与我们的爱都是这么长久 所以在圣经那里说 天地将要废去 唯有神的爱 是永不止息的 另外 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到 我们是有这个爱在我们心里 我们是会尝在基督里面 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念 都有说到 知子是要和葡萄树相连 那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就会感受到爱 而感受到爱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肯不肯遵守他的灵灵 例如 经文可能有教导 不可停止聚会 即是你们每一个周日 都是要履行 你说基督徒的责任也好 义务也好 甚至乎你觉得你来这里 去享受那种的安息 可不可以享受到安息是你 不是那天的那边那里 怎样 不是那天带领诗歌是怎样 是你自己的心态 能不能在这个殿钟很安静地坐在这里 去聆听神对你的话语 说完可能说这句 你们要常在主爱女 但是可能圣灵给你的领受是另一句的 令你想起第二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你最大的遗迹 不要失去这些福分 我们真的要遵守神 在圣经教导的话语 说我们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 我们就不可什么了 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就要做什么了 就是单单的相信 就活出顺望爱的信 单单的依靠 就活出顺望爱的什么 望 守望 而单单的就是爱 爱神所爱的羊 爱神所爱的人 你就活出顺望爱的什么 爱 如果你能够活出顺望爱的时候 你的容光是换法的 你真的不用查东西都可以的 我刚才想着上台想漂亮漂亮的去查一下唇膏 谁知道你猜怎样呢 有句说 严厉是虚浮的 那查不查 不查 因为为什么我最后都决定不查 我发觉现在查了唇膏是没用的 因为查完之后 就没了 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查 因为现在要查潤唇膏 因为它很多时候很干 所以我们检视一下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这里特别 这里说 只要与主相连经历耶稣的爱的人 才可以活出或者流露出爱的生命 枝子连于葡萄树才可以结出果子 常在主爱中的人才可以爱人 那我们怎样可以让主主在我们的里面 爱主的表现就是爱你身边的人 如果我们要与主连结的时候 让主主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真是执行我们决志的时候 说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 又要建立一个新的生命 建立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没有不以法门 可以说就是这个规则 天天读经 你如果不想一张一张读 你就用这个灵命日梁 灵命日梁每天都有一段经文 你就读那段经文 我可以告诉你 神的话语是吸引人的 你读一下读一下 你就很想追下去 好像若白那样 这么凄惨的人 你就想看下去他的结局是怎样的 你会追下去的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那种吸引和能力 时时祷告 不一定说我们一起祷告的 才才祷告 有时候我拍到一个美的位置 感谢神给我拍到这个美的位置 有时候那杯冰淇淋大一点 我真的感谢神这么大一杯冰淇淋 那天去酒楼吃了一个菜 好像说了那天都不离开吃 吃了那点菜很美味 我又会感谢 甚至我弟弟也祈祷的时候 感谢妈咪今天煮的很好美味的菜 都可以祈祷 总之心急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在半个小时 我要赶过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半个小时是很难赶到的 但我就在那里祈祷 我说神啊 在我不能 在你凡事都能 真的将我半个小时 不知道为什么那辆车突快 又没有塞车 是塞车的 不过他没有塞车 很怪吧 是塞车的 但他没有 因为他有巴士专舷 明白吗 周围都是塞得很厉害 但是他没有塞车 因为他有巴士专舷 所以我真的可以在半个小时内 由柴湾去到洪磡 唱通无阻 一落车 接着就接驳到一个 因为还要转车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都可以祈祷感恩 那我们真的要不断参加教会的生活 和见证基督 我们可以检视一下 你的生命有没有连于主呢 你最近有没有发觉 你的少了些自我中心 多了些仁爱呢 我觉得我有点了 我现在好像自私减了1% 慢慢希望越减越多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少了一些忧愁 多了一些喜乐呢 你觉得你最近有没有少了些什么 制造那个纷争 带来多一些和平呢 你觉得你有没有少了一些暴躁 带来多一点的忍耐呢 那你又觉得 你有没有少了一些残酷 多了一些因词呢 你有没有觉得 你少了一些恶毒 多了一些良善呢 你有没有觉得 你少了一些鬼诈 多了一些信实呢 你有没有觉得 你少了一些操控 多了一些温柔呢 你有没有觉得 你少了一些放纵 多了一些节制呢 如果你说 都有些 好像我这样 1%而已 哇 恭喜你 你就是住在 主里面 那如果你告诉我 没有啊 我没有这些感觉 不要紧 从今天开始 从每天一句话 好吗 每天一句话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种的改变了 保罗说我们是神的 那个结作 艺术品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 叫我们所行的 那我们愿不愿意 被上帝这个艺术家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动工 让我们更加漂亮一点呢 就好像摩西那样 他有一个过程 他的属灵的品格 慢慢被建造 你想不想有一天 有些人是这样读的 我们将他套进去 那你说 哎呀 我不敢当 但是 都可以努力这个目标去做 你想不想有一天听到 好 陈暖咸 为人 极其 谦和 胜过 M Y 是 事事的重人 哇 好开心啊 暖咸说 我连香港都不回 哈哈 好开心 是啊 所以我们代入去 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 我都盼望有一天 朱素英为人 极其谦和 胜过简家的人 哈哈 胜过我家的人 因为我觉得 我家的弟兄 比我谦和 我都是有些暴躁的了 不过真的跟着他多 不多都学到些东西的 就有些谦和 那天呢 一个女儿帮我做些东西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她说跟着你多 多少都学到些东西的 我们就是跟着主多 我说 多少都学到些东西的 爱主的表现就是 我们要尝在主的爱 遵守他的命令 学校主爱人 那么 我们就是活在主的爱里面了 想要这个生命成长 我们要住在主的什么 心里 要住在主的话语里 要住在主的爱里 探望我们都能够成长 也都谨记这句根句 真是很有用的 主是我们的葡萄树 我们是他的枝子 我们尝在主耶稣的里面 他也尝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什么 果子 因为我们离开了神 离开了主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 那首歌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现在想读出一封信 是天父给我们的信 他说 我在等候你 早晨当你起床的时候 我看着你 多么希望你可以跟我说话 就算短短的几句 问问我的意见 或者是因为昨天的事来到 你很感谢我 但我发现你忙着 要找今天上班 应该穿什么衣服 我仍然的等候着你 虽然你正忙着这些事 我知道你最少 还有几分钟可以停下来 跟我打个招呼 但是你实在太忙了 还是没有时间 跟我打个招呼 就是因为这样 我为你铺牌美丽的天空 天空里面还充满了很多 月异的鸟星 因为我想你知道 尚弃我 不过你整天 都是望着一大堆的事情 我想你实在太忙了 所以没有时间跟我聊聊 当你带着疲倦的身 回家的时候 我实在想 为你输解你的压力 想你尚到我 你居然对工作的生气 你居然对我生气 我多么的希望跟你谈谈 不要紧要 我想今天还有时间的 可惜 到你回到家 开了个电视 吃着饭 欣赏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继续的耐心等你 但是你还是不记得我 我知道你很累 我知道你不想说话 虽然在这个直静的夜晚 我仍然为你铺排这个夜空 你忙了一天 几乎倒头就睡 沉沉地入梦香 在这个夜空里面 我就拿了 星神的欢唱 和动物的呼唤声 来陪着你 不要紧要了 虽然你还是不体会到 但是我仍然看顾你 我爱你 我仍然盼望跟你聊天 大地是因为你而做的 或许你今天还未发现到我的存在 但是我一直看顾你 我祝福你有一个平安的晚上 一直是爱你 关心你的天父 不知你收到天父 给你们的这封信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 原来她 由早到晚都等候我们 但我们有没有跟她去 打个招呼 在她面前坐一会呢 盼望此刻我们都有一个安静的时刻 我们一起密想 在密想今天的经文 神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一起低头 密想 将我们的心思 意念 集中在神那里 让我们对祂 和我们刚才说的那封信的内容 我们对神做一个回应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的心闯开 和自己的父亲有什么不说得 你有什么难处 你有什么觉得在灵里 枯竭 我们就现在向神闯开 告诉祂听 请大家在这一刻有个安静 来到我们的父亲 和我们的主 和我们的圣灵 有一个的回应 你想跟祂说什么呢 祝福 祂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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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 静静双年 祂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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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 静静双年 祂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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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在我里面 祂在你里面 祂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枝 葡萄树 紧紧双面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宁守生命或水泉 永不孤解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枝 葡萄树 紧紧双面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宁守生命或水泉 永不孤解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枝 葡萄树 紧紧双面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宁守生命或水泉 永不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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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金钱在圣供里面 叫多人能够得着福音为好处 我们祈祷奉着耶稣基督圣明的意求 阿们 让我们一切求神给我们祝福 跟着我们用主土文结束 愿耶画我们的神祢赐福给我们 保护我们 愿耶画我们的神祢使祢的年光光照我们 赐恩给我们 愿耶画我们的神祢向我们养年 赐我们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远永远 我们在天上的父